欢迎收看今天5月30号的公示晚间新闻 受到滞留封面的影响 先前因为巴巴风灾受创严重的屏东县加东乡 又再度淹水了 有的地区水深超过了大腿 民众只好躲到二楼去 另外高平山区的便道跟便桥 因为好雨的关系 有更多地方中断等待抢修当中 而高雄县政府也在刚刚宣布 桃园乡明天全乡停班停刻一天 一夜大雨加东乡腔原村民一早起床 发现屋外已经成了一片汪洋 有人想要强行通过 想不到水已经淹到大腿以上 有民众则是爬上二楼避难 淹水不深的地区 村民则是赶紧涉水出门 多买点存粮回家 还好雨室在中午前就停了 水也慢慢退去 不过去年被摩拉克重创了养殖区 排水系统严重淤积 即使雨停了水位还是逼近桥面 怪手赶紧施工要维持水流畅通 不过摩拉克风灾将近一年 大牌的输菌工程这个月才开始 村民很担心 如果雨量多个一倍 余温又要二度受灾 除了平地传出灾情 高平山区的连外变道变巧也陆续被冲毁 包括六规 桃源 纳马下 茂林和雾台乡对外交通中断 不过下午山区雨势已经趋缓 如果汽水水位下降 变道渴望一两天内抢通 记者南部综合报道 目前因为大雨不断的冲刷 已经造成了南部地区有14个地方的道路跟便桥都被冲毁了 而一整天下来南部地区的雨真的是下个不停 最近这样的雨势何时能够不再下呢 接上去说 礼拜二天气才会变好 受到滞流封面影响 加上西南风助长对流旺盛 南部地区今天不止山区下好雨 连平地都有间歇性大雨 那今天主要还是受到滞流封面的影响 那滞流封面呢 今天在南部地区所带来的上升气流 还有符合作用是最强的 所以今天南部的平地产生了非常大的雨势 滞流封面过境的这两天 为南部地区带来丰沛雨量 其中高雄县苗圃累积雨量达到347毫米 高雄县桃园261毫米 六龟湘251毫米 小关山和屏东德温村累积雨量也都超过200毫米 大雨不停 高雄县的桃园二桥 纳玛夏的民族桥 屏东县嘉义县和台东县境内也有多处便桥遭到冲毁 公路总局正全力抢修 尽管周日雨势不像周六明显 不过气象局提醒 不稳定的天气还会持续到周一 从明天开始到六月三号这段时间 雨量将会逐渐的趋缓 降雨的时间也会略微的缩短一些 周一封面逐渐难移到巴士海峡 降雨趋缓 各地还是有阵雨 提醒民众这两天还是要特别留意 记者薛一家许吉封台报导 今天还有一个新闻焦点 就是台中县有一位才9岁大的小妹妹 妈妈要她去买木炭 而这名小女孩发现妈妈可能要寻短 所以打电话报警就回了母亲 不过没想到就在警方离开后的三个小时 小女孩的妈妈又再度想要寻短了 女儿同样是在做出报警的动作 而面对这样的现实 这位小女孩非常地镇定而且很勇敢 三度报警就回了妈妈 而这名女孩子也已经被社会局给强行安置 女童发现妈妈好像在房间吃了什么药 意识不太清楚 女童赶紧又打了110报警 我只想死而已 我只想不报 我只想在 你要给我借了 警方和救护车陆续赶到 强制将妈妈送医治疗 事实上妇人已经不是第一次想不开 这个月28号 女童报案要警察赶紧救妈妈 远景虎劝妇人不要做傻事 怎么说妇人就是不开门 远景把门踹开 垃圾桶里全都是点燃的木炭 远景一面安抚 一面将木炭搬走 不过三个小时之后 妇人再度情绪失控 自己出门买木炭 一旁的女儿觉得不对劲 再度要警方赶紧救妈妈 妈妈就直接抢走 木炭还有那个 木炭还有火走 然后拿去房间烧 然后我就叫警察来 然后没事了之后 妈妈也不愿意去医院 三个小时之内两度烧炭 远景让母亲冷静一点 原来是妇人离婚之后 自己抚养两个孩子 不过生意失败负债两百多万 因为债务压力想要寻短 索性激情的女儿看见 赶紧通报挽回悲剧 她说她经济上有很大的压力 然后找不到工作 由于妇人有三度自杀的记录 社会局评估女童的立即性危险 将女童加列为高风险家庭 女童必须强制安置 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 记得林健身赖世杰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